穿著輕便雨衣 手裡還撐著傘 腳踝以下全泡在水裡 立法院副院長蔡吉昌特地南下台中灘災 台中清水從26號到28號早上10點 累積雨量最多達368毫米 台中近日遭受間歇性豪大雨侵襲 不分黨派 藍綠兩黨都有人 特地到現場勘災 不過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王洪威 在臉書的一邊PO文卻引起爭議 PO文表示台中地區受到間歇性豪大雨侵襲 造成殺戮 清水等多處積水 更直指立委林靜怡對於淹水渾然不知 還在日內瓦吃大餐拍美照 選區八年來最嚴重的淹水 難道不值得關心一分鐘嗎 沒想到卻被台灣激進黨前立委陳柏惟 發現照片用的是2013年的淹水舊照 那用過去的照片要來政治操弄 要來抹黑別人 我覺得這個行為其實是不可取啦 那更重要的是現在的市長是叫做盧秀燕 不是叫做林靜怡 台中淹水不是我們的地方首長盧市長 他應該負起最大的責任嗎 請問一下你的服務團隊 你的小編難道也出國了嗎 如果行有餘力的話 我們都會關心 其實我們也看到那麼很多 其他的一些這個政治人物 他們也會關心台北市 我們都會非常歡迎 王洪威臉書已經把真意照片更換 不過被問到毋用救照儀式 王洪威沒有正面回應 淹水勘災因為一張照片 讓藍綠雙方再度鋼上 既新聞綜合報導 王洪威臉書